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走进天天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APP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路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拉方柔顺喜发路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宝的粉丝如果你使用天天圈提出疑问的话 就有机会在爱宝的节目当中得到导师 现场解答或者天天圈当中的音频回答 同时使用微信摇歌曲参与实时互动 并且分享到朋友圈即可获得15大奖 那接下来的时间 当然是要跟我们的老朋友们见面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著名节目主持人马丁马老师 欢迎马老师 青年演员李化 世纪家园的特约情感专家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的第一对情侣朋友 他们遭遇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我热爱我的工作 但是我男朋友总是不支持我 我就是看不惯他跟别的男的搂搂抱抱的 这叫怎么回事啊 他就是小心眼 一点都不信任我 我也不是不信任他 如果他像我重视他一样重视我 他就不会这么做了 反正事到如今 他有些行为已经让我忍受不了了 干脆分手得了 当爱情撞上了事业啊 女生到底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呢 让男生如此的介意 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徐 24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行政文员 女嘉宾小王 27岁同样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舞蹈编导 来 有请留情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 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愿意 愿意 舞蹈编导编导是吗 对 舞蹈编导怎么 小心眼吧 是这样的 那个我们是认识了一年多了 然后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刚开始我就被他的舞姿所吸引的 还有气质啊等等等等 然后我就开始追求他 但是接触时间长了 就发现他总是去排舞的时候 跟一些男舞蹈演员啊 或者男伴啊 在舞蹈动作上 有一些动作我接受不了 所以我就一直想让他换掉这份工作 但是他就是死活不放 是编导是吧 编舞 对 这个搂搂包包的尺度很大吗 反正什么样的都有 在我看来我反正不太接受 亲爱的曲老师 腿又长 人又帅 来一下嘛 来一下嘛 就是假装我是他的学员 就是你是那个舞蹈演员 他给你编舞 你这样拖着我的腰 然后有一个下腰的动作 我拖着你的腰 对对对 然后 你的意思是不是 我不应该拖他腰 他往下倒我应该放 就这接受不了啊 这没什么呀 他当时是 就是那种眼神让我受不了 就是感觉好像是在特别享受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主持人其实他是小心眼 有什么过激的动作呀 是男人都会有点小醋意啊 我们看到了就是 男生对这个东西很介意 对 但是你喜欢他不是恰恰因为是舞蹈吗 而他又是这么一个职业中人 当时我不太了解他那个拳子 包括他们一起出去喝酒啊什么 我都不知道 然后他总是说我小心眼 有一次我排练的时候 他开始是借着陪我去 然后结果呢 他就在底下就看不下去了 他就喊 哎行了行了 别占我们便宜 我当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好多的舞蹈演员 我都下不来台 他就觉得我那么说他没面子 但是我的面子往哪搁 我女朋友跟别人露露包包的 谁叫你去呢 你就别看不就完了吗 那我自己女朋友工作 我当然得关心呢 主持人你知道吗 这还不算什么 之后还有一次 他跟着我去排练 然后我给舞蹈演员指导动作的时候 他居然就把我直接拉下台了 所有的人都看着呢 我怎么再继续把这个舞蹈排下去啊 那不你让你把男人把我空中去了吗 那你还砸门了呢 那我不砸门 你们在里面干啥事 我知道啊 你受不了是吧 对我就想要他换工作 然后他就不换 我为了我的工作 我付出了好多 我特别热爱我的工作 没想到他总是认为 我排舞就是跟其他人 会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 他就受不了 但这是我的工作 工作如果不能和生活区分的话 那是不是你太幼稚了 问一下啊 不换工作行吗 我其实就像一样的 我挣的比你多 换工作也养我 这是我挣的没你多 但是我挣十块 我可以给你花九块 挣一百给你花九十 对不对 那你剩了十二千给谁花呀 你还是不是百分之百 我自己留着吃 半分之还不行啊 我们现在的姑娘都这样 然后我这么全意全意对他 他就有一次说 去上海参加比赛 不能陪我过七七了 然后我就想 什么都在一起过嘛 我就订了机票 然后七的前一天 我就到了上海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我想去找他 然后他竟然告诉我 他回妈妈家了 就是说 我去的时候 他已经回他妈妈家了 没在上海 我给他买了礼物 然后又订了机票去了 我为什么回去啊 是因为当时我生病了 然后烧的都不行了 我在生病的时候 哪还能想那么多呀 那你不能提前告诉 你要是提前告诉我一声 你要来的话 我不就在那等你了吗 那是 那你没提前告诉我呢 回家 那你也没提前告诉我呀 然后回家的时候 是因为我生病了 他根本就不信任了 我就怀疑他那次去上海 是不是去咱们比赛了 然后直接 我把病历给他看的时候 他才生病了 然后他又不接这茬了 他错的时候 他从来不接这茬 你出去比赛生病 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因为当时实在是太难受了 脸已经肿得都不行了 然后想到就赶快回家 我就觉得 他好像不是去比赛了 他可能是 因为我平时的性格 就是大大咧咧的 他总是跟他那些 朋友什么的 经常就是比完赛呀 排完练就出去喝酒 那你接茬是不是就 应该去他妈妈家看他了 去看了吗 你去看不就得了吗 然后之后 他自己在上海玩了一周 我在家 我给他发短信呢 打电话他都不接 不理我 然后他在上海玩了一周 因为我当时挺生气的 然后上海有朋友 我就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就说 那你不行 在我这待几天吧 你消消气 然后他也 就是这事 他就没提过 也没因为这事 给我道过歉 不是 我好奇怪的 就是你自己女朋友生病了 应该去看望一下 为什么你就在上海玩了一周 我就生气他没告诉我 然后之后还有一次 是在上个月 他说要去长春参加比赛 然后我就觉得 之前他总是天天这两天 就不回家 就是回得很晚 然后喝得一身酒气的 然后我就感觉不对 然后他走了 我就在后面跟着他 他不知道 确实他就去找他朋友 一起去唱歌了 你知道他在后面跟着你吗 不知道 后来我才知道的 那就是跟踪 多气人哪 对 你是怎么跟的 你跟我说 这简直就是 就有的不信任 人格上的侮辱 他找了朋友之后 我就在后面拍了几张照片 你还拍照片 不仅拍照片 拿那么大厚达的照片 直接砸我脸上了 不是 我就觉得 你就是 为什么要欺骗我 那我跟你说的时候 你相信我吗 你身为我一个 身为你一个男朋友 你天天就在想 怎么欺骗我 然后才能出去玩 因为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如果我 我开始就跟你说话 你相信我的话 我会后来不跟你说吗 反正我就觉得 他这工作 一是影响了我心情 二是 他接触那些朋友 让我实在接受不了 都是些什么朋友 就是男的去做 然后穿的都 不太正常是感觉 他们在一起 走道不是正常的走 这边搂个肩 那边跨个腰 那都是哥们 我就看不过去 不不不 真的那么走啊 也没有那么夸张 我们就是一起跳舞 然后呢 大家在一起玩 朋友嘛 从小就跟哥们一样 怎么可能那么夸张呢 只是他想的太多了 他后来他跟我交代说 打算去长春 跟他们玩两天 其实不是去参加比赛 可是主持人 你知道我认识 我那帮朋友的时间 要比他时间久 我如果真的发生什么 早就发生什么了 哎 我很好奇啊 出去玩就出去玩 就是什么叫欺骗 因为之前我都会跟他说 但是他并不接受 因为他总觉得 我的朋友圈子很复杂 不应该跟这个在一起玩 不应该跟那个在一起玩 那我不可能 因为他 他自己都知道人很杂 然后把我 把我所有的朋友 全都断绝交往 我不能因为他的 加入我的生活当中 我就要抛弃我其他的朋友 他的那些朋友 所谓的朋友 都是跳那种街舞啊 之类的 但我的感觉就像 没有正当职业一样 然后天天就在一起 吃喝玩乐 那只是因为你不懂 之前我跟他 当朋友的时候 给我感觉是一个 阳光大男孩 然后每次我们一起 出去玩的时候 他都会送我回家呀 让我觉得有一定的安全感 然后但是呢 接触时间越来越久之后 过了正练期之后 我就会发现 他特别小心眼 以至于让我觉得 我天天带他 就跟带孩子 要特别累 我认为 我就是在关心他而已 他就是我小心眼 你是关心吗 我觉得是 他好吗 他除了工作哪都好 除了工作哪都好 对 换了工作就行是吧 对 朋友圈需要换吗 他换工作 自然就不接触那些人了 但他渐渐也就大了 今天是谁想来的 是我想来的 你想来干嘛 就想让他换工作 他要不换工作呢 不换工作了 那我就不打算在一起了 好吧老师们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最后这句话 我还觉得有点小心酸 听起来 弟弟啊 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常识问题 为什么月亮要绕着地球转 有引力啊 是地球的引力大 还是太阳的引力大 太阳 那为什么月亮不绕着太阳转呢 因为离着近吧 他们俩的引力合适 月球的体积 地球的体积 他们相互的引力 它成为地球的卫星 对吧 如果他靠太阳太近的话 说不定就被吞噬掉了 那么如果男人是地球的话 女人是月球的话 他们俩就彼此吸引 而且引力合适的时候 不会太近 被吞噬 也不会太远 跑掉 对吗 对 你是地球 为什么不能让你 现在的女人成为月亮呢 我说她她不听啊 啊 我说她不听啊 月球绕着地球转 是因为地球说她听是吗 没有 地球会跟月亮说 你换个轨道吧 我不喜欢你这个轨道 你换个工作吧 要不然别绕着我转了 会吗 你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你有自己合适的引力 它就是你的月 跑都跑不了 你的成熟 你的容忍力 你对她的包容 甚至你对舞蹈的正确理解 就是你合适的引力 如果抓不住她 她迟早跑到别人的轨道上去 反过来女孩 我就说两句 喝酒这事我特别反对 不是一个对身体 和情感有好处的事情 别拿自己说 我姐是爽朗姐来找借口 如果我媳妇 要跟别的朋友出去喝酒 十万个我都忍不了 但凡是个男人 都有忍得了忍不了的事情 她忍不了你的工作 你没必要忍 但她忍不了你跟别人男喝酒 你应该忍 我首先听完你们两个的故事之后 我心里面 其实我也算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吧 我心里面其实挺难过的 就是我们在辛辛苦苦 给大家带来这种视觉的 不管是欢乐也好 或者是开心也好的同时 我们的工作如果不能够被家人理解的话 那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如果所有的家属都跟你一样的话 那我们音频上就会少了很多很多的 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些开心的值 这样的一些作品 所以我觉得你在对女孩的这个工作 你应该更多的去关心她 如果她的工作连家人都不能够理解的话 那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我非常同情女孩真的 你是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不指的是你的年龄 而说你是小孩 前者你就是一个小男人 心眼小 度量窄 目光浅 抱负也浅 先说第一个心眼小 没错 马丁老师也这样 我也是这样 就是如果看到自己的老婆可能跟别的异性 甭管是因为工作上还是什么情况下 有了比较亲密的接触 自己会不舒服 但是作为成熟男人 我们会去找原因 到底是因为工作上的特殊需要 还是因为情感上的出轨 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而度量呢 对方在生着病的时候 你就因为生他的气 你都不管自己去玩去了 就像一个成熟男人做出的事情 第三一个 目光啊 太短 你所有花出的时间 精力 那种耐心 全在盯着对方的这个行为上 你自己的事业 你能请着假 去盯着对方 而且是破坏对方的事业 有那经历 有那个时间 你真正应该是放在自己的事业上 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了 所以把所有的这些问题摆开之后 你自己的问题是最大的 让自己成熟起来 做一个大男人 包容 理解 还有一个一定的事业心 这样就可以达到 马老师说的 你像一个地球一样 吸引着这个月球 而女孩呢 你呀有点自私 你明知对方 甭管是生理上 还是心理上 都比你想 明知他最最在意的 就是你哪些点 但你偏偏还要去做 而且用一种欺骗的手段去做 如果你真的是爱对方的话 一定要包容 理解对方的这一点 做到自己应该做的那份自律 这样呢 你们俩的关系 才能正常地往下发展 谢谢 我觉得 跟这个职业没多大关系 跟这个什么年龄 也没多大关系 有很多小男生 却有着大情怀 很多年龄小的男生 一边在不讲道理 同时 他又能够去包容 你们俩人看上去 不像一对恋人 像是一对一起嬉闹的玩伴 你骗骗我 我骗骗你 你给我来点恶作剧 我给你来点小玩意儿 为什么说你们不像恋人 你们缺乏了一样东西 感动 你们从商场到现在 何尝有过一丝的眼神的感动 或者故事当中的关怀 我所听到的是 我去上海找你 你不在 你说你病了 我就去玩 我气死你 你不是担心 我跟别的男生在一起玩吗 我就要出去玩 我骗你 你们之间缺乏感动 而但凡是一对真爱的情侣 只要是够爱在这个场上 总是时不时地 在吵闹当中 都会露出一点点感动 而 都会露出一点点感动 rob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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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你们表白完了之后 我们给那个需要做出抉择的人提供了三种帮助的方式来看一下 A.你可以求助我们的现场观众 让他们帮你做一个决定 供你参考 B.有一个神秘的声音 也许是你的亲戚 也许是你的朋友 C.可以求助爱情导师图老师 当然你也可以有第四种 就是我不需要求助 因为我心里已经很低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女生 考虑一下 你选用哪一个 我不求助了 来 两位交换商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今天的这一对人 转门之后 他们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吗 5 4 3 2 1 5 4 3 2 1 请开门 男生的秘密被女生带走了 女生的秘密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跳舞是我永远不会放弃 那意思是我放弃你呗 好吧 我们祝他们各自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不合适的就分开 现在洗洗身上的伤口 重新开始 为啥不是一件好事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我俩认识已经有一年多了 我觉得她表面也挺漂亮的 而且人也特别善良 她做了很多的事情 让人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一个人能有这份耐心 这份执着 让人真的是心里觉得是非常非常温暖的 但是自从她接受了我以后 我总觉得她就是过得比较不快乐 不论我怎么去哄她 但是她一直还是那样的 情绪比较低落 我对谁都不冷不热的这种 就是在前两个月吧 她就是觉得我老有事情好像瞒着她 然后就感觉她整个人就变了 状态就不一样了 最近发现她有一件事就埋着我 所以我非常伤心 我就觉得 要么你就把你的一律说出来 好与好好的 要么就算了 恋爱当中这种不冷不热 有的时候确实挺伤人的 我相信男嘉宾可能今天来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想知道女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兔28岁来自陕西是一名商务经理 女嘉宾洛洛31岁来自陕西是一名纯蜜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啊 愿意在这个现场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愿意 愿意 大三岁是吗 对 怎么认识她 我们倒是就在两年前嘛 两年前也是在就是缘分嘛 同一 就一起进了同一家公司 当时呢 我就看见她就本身也长得漂亮嘛 人也比较文静 再加上就是我们在培训过程中 她那个学习特别努力 印象非常好 下定决心要去追她 而且就整个追的过程中也是非常艰难 真的就追了就有一年才追到 追了多久 追了一年 怎么追的 每次培训 早上都是来的最早的一个 首先把位置占好嘛 把她的位置也正好就是 每次过来就把她拉到 到我这边来 你那哪是拉呀 纯粹一拽 拽你跟前去干嘛呀 我在哪都能听培训 拽你跟前能干嘛呀 刚开始就她也是特别不愿意嘛 后面就说也是就 拉了好几次之后 慢慢她也就是无所谓的 然后就坐下来 拉拉扯扯不太好看是吧 是同事都议论了 感觉特不好 但是她拉拉的时间久了 我就觉得那坐一两回吧 你这行啊 上来先拉手啊啊 接着说 为了更进一步嘛 经常约她去吃饭 她也不来老是拒绝 所以我就趁着中午嘛 也是约了好多次 好不容易就会有一次 然后她终于答应了 到时候可怕高兴坏了 专门就跑到饭店 你约就约吧 你跟那么多同事说什么 让这个给我说 那个给我说 当时也是比较高兴嘛 特别兴奋 你吃饭就算明确恋爱关系了吗 还没那么容易 我说就这样就持续嘛 持续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候 当时正好就是 眼上感觉缘分差不多到了 当时那个她妈妈 完之后就是 也要做个小手术 不是不是 缘分到了 跟她妈做手术有什么关系 听我说啊 她妈妈就是做手术嘛 完之后正好到医院 当时我就感冒了 正好就在一家医院 就碰上了 碰上了之后 然后完之后我就看她脸色也不好 我就把她送回去 让她好好休息 让她不要管了 然后我去照顾她妈妈 睡了之后 医药费这些都是我垫上 白天晚上都在照顾她妈妈 从那以后可能就说感动了 完之后就是说 也是默认了 就是我的女朋友了 终于才把她签订下来 她变成你的女朋友的标志是什么呀 是哪一喇叭跟所有的同事说 我们是男女朋友了还是 那倒没有 我就说她就是 哪没说呀 跟这个说跟那个说 不就这么点事吗 用得上跟别人那样去炫耀吧 记点特烦人 有了漂亮女朋友 当然要就和她宣传一下 然后她就知道了 你是拿了个喇叭去宣传 难道你看人的标准就是漂亮吗 那你干脆拿一花瓶算了 那要是被别人再开始追 那我不是就要面临敌人了吗 就太危险了 你搬花瓶了吗 你有没有亲我了 没有她知道 今天来干什么呢 以前我追她的时候 她那样冷漠 我就无所谓 但是已经确定是男女朋友了 她还是那样的 我就太受不了 她怎么冷漠你呢 我给她发微信 她还是就不回我 我每次都要发好多信息 这么每天都回去发 那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你说那些废话有啥用 我这么大个人 我肯定会吃饭 肯定会睡觉 我觉得很最长嘛 你说为了自己感情 而是说关心一下很最长 而且我就经常给她打电话 然后基本上每次都是 我就说给她打电话 主都给她打电话 你们俩看过电影吗 只看过一次 你们俩出去玩过吗 很少出去玩 你们俩在一起逛过街吗 逛过两次 看了一次电影逛过两次街 你们应求彼此的朋友吗 有一次我帮那个 我帮我的一些好朋友嘛 交到一块一起去吃饭 当时拉着她也去了 她去了之后 就特别不给我面子 你说我那么多朋友 然后就要给她介绍 她也是冷冰冰的 我们在一起吃饭 我们就喝酒 她也就不打招呼 然后就吃一会儿 后面她就主动就 哪没打招呼 不是跟人问好了吗 这不跟你去了吗 哪没给你面子 你难道你的要求也太高了 让我就陪着她笑 陪着她喝酒 我又不喝酒 我又不是卖笑的 为什么要给她笑 你可以喝个其他饮料 隔天大家聊聊天 我不喝饮料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第一天认识我是不好 那毕竟该是认识我的朋友吗 你说我们这个一个饭 请问面子值多钱 我同情你 饮料不喝 人家也不是卖笑的 面子又不值钱 那我问问 那你为什么不跟她看电影呢 我不喜欢看电影 闹后空的 那你喜欢什么呢 我就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你就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对 那你跟她谈什么恋爱 那是她要追我的 又不是说我要死巴掌 要追她的 那你可以告诉她 你说我这一辈子 我就一个人待着 你们都讨厌 走开她不就明白了吗 我明示暗示都不管用 人家就要这样子吗 你说好不容易过个情人节吧 我当时也是 就买了个钻戒嘛 然后把她约的那个西餐厅 然后就拿着玫瑰花 到时候就当时给她跪下 然后给她求婚 结果她头自己一转就走了 把我一个人撂在那儿 我那么多人都看着我 我当时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不是我想问 你觉得结婚是什么吗 你就跟我求婚了 但是我们已经就谈了 也就也比较长的时间了 你觉得你了解我吗 你觉得火候还到吗 你说火候不到吧 你说我上去 夏美当时去那个出餐 我第一次见大海 我在海边玩了 我当时非常快乐 但是我跟她 把我那个拍了一下照片了什么的 然后给她发过去 但是她还是就能要不理我 哪没雷你 我不是跟你回来 我知道了吗 难道你真的看海了 我看见了吗 我就跟你一样高兴 我知道就行了吗 你玩你的 你高兴你的就知道了吗 你说我那个 正常人应该发过来 你都是比较高兴的 你说我到时候怎么办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知道了吗 你就高兴你的吗 这也就算了 但是自从我那个 从那个夏美一回来之后 她就变了 我说以前不主动打电话 我邀了那么多次看电影 她都不去 但是回来之后 她主动就说 呃 要我跟她一起去吃饭 还在主动 要我跟她去看电影 哦呦呦呦呦呦 我当时说特别高兴 当时我就我说怎么就一下子变了 我说我一块石头终于午热了 但是突然就出来一个男的 就有一天我就迫见给她的 她就说 呃 她是她的那个 前男男朋友 哦 我还说她们已经就要复合了 马上就要结婚了 呃 让我离开她 还危险我 我实在就是小朋友们 这个这个巧合也就太巧合了 我不是请你多吃了两次饭 跟你看了一次电影吗 我哪就变了 我觉得我就这样 我对谁都这样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你认识我两年了 既然你能从第一天我就那样 你都能追到现在 我就觉得你心理 心里应该有谱 而且那男的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说的话你就相信 他也找我了 他也威胁我呀 他跟你跟你说的话是一样的 但是那是我们两个的事 不是你跟他的事 知道吗 你别把自己扯进来 跟你没关系 这事我能解决 事情已经把我就扯进来了吗 再说这个事情 你是你要把你自己扯进去 不是别人把你扯进去 他跟你说啥你就信 我跟你说啥你就不信是不 那你之前也没有跟我说吗 而且这个事情 我凭什么跟你说 我跟他都分手了 我跟他都完了 我跟你说什么呀 你觉得我应该跟你说什么 我有个男朋友 爱我们以前怎么样 你觉得你爱听吗 你说爱听 你爱听我就跟你说 你说爱听快说 你得听听他怎么变成这样的吗 爱听真的爱听 您说说吧 爱听吧 爱听 你说说说 是 我就跟他认识两年了 我也是这么对他的 我觉得他毛病挺大的 常威胁我 还有时候还就想动手之类的 我就觉得不合适 我就跟他分了 但是人家觉得 现在就是在外面有几个女朋友 觉得我这是最省事的 也不要他关心或者怎么样 觉得我很自立 所以人家现在又回头了 你就谈过这两个男朋友 对 我觉得能给我对上眼的没几个 这个算对上眼了吧 算是吧 听明白他那话的意思吗 对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说给他听啊 你最希望他了解的是 听不懂 说有多少回听不懂 不不 你说东汤扯漆 不不 你说一下 我看看我能不能听懂 你说一下 说一下 我们帮帮他行吗 不好意思 不想说 不想说啊 对 你这恋爱谈啥了 兄弟 我觉得我已经就奋斗了两年了 两年时间不短了 但是你说好不容易确认男女关系 还是这样 我现在就是也是纠结 我到底还要不要再继续下去 而是没觉得你们确认了关系 你问了他吗 这你们俩确认了关系吗 当时就从 你现在问一下 你说你是你跟我什么关系 你问一下 你跟我什么关系 朋友 啊 朋友 朋友 你们俩来搜个地方 这是爱情保费的 我要是你 我撒牙子我就跑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从来没有真正有一个男人 成为你的男朋友 对吗 是的 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 结不结婚无所 那倒不是 不结婚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不也挺好的 是啊 那就是无所 如果是为了别人而结婚 为了压力而结婚 没有这些压力和别人的话 是不是宁愿不结一个人 是的 渴望过 一段真正的爱情 一个男人成为你的男人 那肯定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 你人活着 不是就像过日子一样 你不是说两个人 你就是每天睡在一块 或者是手牵牵手 接个吻什么的 这就算过日子 人除了身体之外 他还有思想 思想起码要在一个层面上 我觉得 能给我走到一个思想平均上的人 到现在来说 几乎没有 没出现过这样 能跟你思想共振的男人 是因为你接触不到 还是说这个世上很少有 可能是我现在还没有接触到 我不认为就没有 如果一直就找不着这个人 这样一个踏实本分 能够一辈子可能对你好的男人 你愿意跟他凑合过吗 找个伴 如果说是就睡在一块那样的伴 凑合也就凑合了 但是如果说是 你想对自己的人生来负责任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凑合 凭什么凑合 人生是活给自己的 不是给任何人看的 问题问吗 我就 我给那男的说两句 很简单 你不是火吗 你觉得总有一天 能把这个冰烤化了 对 对吧 你就继续烤 风险是有可能你烤了半天 发现它不是冰 它是一块钻石 看起来像冰 根本考不化 首先我觉得 这盆火一定要继续烤 成与不成之间 就看你是否坚持 我也想跟女孩说两句啊 我觉得可能作为女人的角度吧 有的时候女孩 有一些想法 可能不愿意说出来 可能喜欢让男孩去猜 但是我觉得男孩子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聪明的 她的这个世界 跟我们的世界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说 你如果内心有不满 或者是 你们遇到什么矛盾了 一定要说出来 你不说 她永远不会懂 男孩我想问问你 你喜欢她什么 首先我就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记得 他喜欢 你不再想 如果她再说 你爱上了 周福这种冷漠的这种过程 以至于如果他真的反过来 对你主动一些 你反而你就会想 这里有问题 不对呀 你不是这样的呀 所以说压根你们俩就 没有在一起的那个契机 我劝你 不要再继续盲目地去追了 挺可怜的 所以我劝你放手 为什么放手 因为放过一个比你还可怜的人 那就是他 表面上他高高在上 其实他非常可怜 他完全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 追求着所谓要找一个精神导师 等待那个男人破门而入 你自己都不敢走出你那扇门 你比他最可怜之处就在于 他比你勇敢 他比你主动 爱是要勇敢地说出来和做出来 人至少做 而你连做都不敢做 你太追求那种完美的爱情了 我不知道你看了什么书 接受了什么样的观念 我倒不一定劝你说一定要接受这个男人 我个人感觉他压根就没在你的视野之内 他认为是男女朋友 你却执着地说是朋友 而你也不跟他直接地说你 只是采取用默认 默认对他不负责任 其实最大的不负责任就是你自己 最终他因为他的努力 他醒悟了 他去追求自己幸福了 他找到了 而你还在自己那个门里的关着呢 还在活在自己那个小世界里 所以放开这个男人 你主动地走出你的那扇门 好吗 就这样 谢谢 谢谢 谢谢邱老师 一个是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 一个是寻常世界的凡夫俗子 你们之间怎么可能会有爱情 其实爱情是一门精确的科学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喜欢的话 藏也藏不住 不喜欢的话 装也装不出来 他总是渴望想给你做点什么 但是你总是百般地冷落的 就像那首歌词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因为白天不懂夜的黑 你口口声声说你要一个精神伴侣 但是事实上在生活当中 你总是需要这个凡夫俗子 像生活当中一个凡人一样的帮助 你家人病的时候是他帮你 这是凡夫俗子可以干的吧 你那个精神伴侣去哪了 当你需要他的时候 你总是打他的电话 你怎么不去要那些所谓的精神伴侣呢 我想说的是爱情首先是建立在凡夫俗子的平常生活 就是很简单的问你吃吃饭 暖不暖 恶不恶 孤不孤单 就是这些凡夫俗子该干的活 这就是简单的爱情 你别跟我谈什么精神上的爱情 那都是虚的 如果连平常生活当中 普通的生活基础都没有 还谈什么精神爱情 虚无缥缈 我想跟女生说的是 如果你内心当中 但凡是对这个男生有一点点爱 就请你把门稍微开一点点 其实遇上一个百般能够容忍自己的男人 真的不太容易 任何精神层面上的吻合 一定要建立在生活当中的彼此依靠 也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到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如果两个人没有生活当中的彼此 你为我做做饭 我为你断茶送水的话 那样的所谓的柏拉图式的爱情 在我看来是不复存在的 但如果你这对他真的一点爱都没有 就麻烦你去追逐自己心目当中真正的梦想 就这样 我看这样的时候我一直在想 我说今天我们面对的到底是两个什么样的人呢 你有你的固执坚持 你也有你的固执坚持 固执坚持挺好的 而且我相信如果女生心里真没这个男生的话呢 她也不会这么跟她唧唧歪歪的击歪了两年 是吧 心里还是有的 男生 今天如果她要再次告诉你说 我不是你的女朋友 我希望你能够坚强地走 知道吗 知道 女生 其实你那个门为什么关着 你害怕的是什么 你自己想一想 我倒觉得这男生不错 你觉得呢 最后特别想问一句话 你的心里有他吗 如果说没有的话今天不会来 哦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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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了 剩下的时间给你们自己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其实我们也就说两年多了 我就说想你一直这样 你能不能就说打开你自己的心 那就说比如说多跟我交流一下 我们两个互相就在分享增进自己感情 把这段感情走下去 我们已经两年多了 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 我没有想耽搁你的意思 我就是这样子 我不喜欢去表达一些事情 如果你愿意 你来了解我内心的一些东西 我随时欢迎 如果说你不愿意 你自己觉得很痛苦的话 那我随时欢送 我并不想去耽误你的时间 好 请两分 来 我们现在准备了三种方式帮助你 看一下大屏幕 第一种方式你可以求助现场观众 第二种方式你可以求助那个神秘的声音 第三种方式你可以求助我们的爱情导师 做一个选择 求助谁 我想问一下 就说现场观众 就说看 我这要坚持下去 还说可不可以 明白了 来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支持他坚持下去的选赞成 绝对不能坚持地选反对 来 各位请选择 你们这是得多坑给孩子呀 45.45赞成 54.55反对 基本等于没说呀 他们那话的意思就是你自己拿嘴 好 谢谢两位请飞 请飞 请飞 来 请关门 好 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我要看这个我也会走啊 蓝声写的是 家里逼我在一年内结婚 我一直顶着很大的压力 和你在一起交往 今天是来逼婚的 好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节目的一个 新的环节啊 老徒有话说 在天天圈里有一个叫本末道志的网友向您提问 说异地恋女友家人反对 女朋友说如果我能找她 她就等我三年 但现在又不理我 我该怎么办 这个本末道志这个朋友 这样问 其实内心已经有了答案 之所以到天天圈里面来让我跟她说 只是让我给她一个理由 执行这个答案的理由 她说我该怎么办 显然她已经不坚信她的女友能够等待三年 也不自信自己能够坚持三年 所以既然大家都不自信 又何必彼此煎熬呢 如果真的放不下 就去她的城市执着地追逐 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 就此放下 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找途牛 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荣顺喜发录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拉方荣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